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定是自愿来做的 因为工作需要到处去派讯 所以接触不同地方感染的风险比较高 所以查询了就会安心很多 为了保障同事和市民的安全 我们觉得有需要为前线同事安排 今次病毒的检测 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事前的准备功夫 特别是跟检测机构实地视察 按照他们的专业意见 是选择了三个空气够流通的地方做测试 我们在事前也会全面消毒 我们将样本採养区分隔开来 也安排了一个特别人流方向的控制 希望我们同事在单方向入 排队然后去取养 完成后在另一个方向离开 我们也有充足的指示 有一些地线指示他们 希望他们可以保持充足的社交距离 刚刚之前有打风 我们其实也很紧张 也要特别去保护好设施 今次我们也找了同事回来 很感谢他们 我们也为他们准备了一些防御装备 令到在整个 无论是登记或者彩影的过程 都是在一个安全和暢顺的环境下进行 基本上我们事前已经通知了同事 那个检测机构 会派人来到现场 帮同事做被烟释子的彩影 在整个过程里面 这个检测机构 会有样本的罪号 是不会拿了 或者是避传 任何我们同事的个人资料 很顺利 20多秒搞定 专业采集样本的同事挺好 很快手 没有痛的感觉 检测机构 会将那些样本 送到化验室进行检测 检测的过程 预计在两天内 完成 为人为己有检测 大家平安便开心